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來 各位鄉親 各位朋友 各位親愛朋友 不要忘記帶我一票 我是一號林海洋 好啦 好 今天要跟大家講什麼呢 來選舉 拜託拜託 大家請示我一票 我一定好好把所有事情做好 我一定為鄉親服務 我一定會為鄉親服務 好 感恩大家 當然這四年多來的直播有你們的支持 先幫我按讚跟分享 按下你的訂閱 開啟你的小鈴鐺 今天沒有水逆 但是奇怪 集氣都有點問題 為了講什麼 為了講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來 預言誰最有機會 下一波控被罷免 唉呦 台灣的政治蠻好玩的 來 我們來看這幾天呢 出現了很多的人呢 開始去投票了 好 我們先講講了 先看看你的巴士 到底官帽穩不穩呢 你的帽子戴的夠不夠久呢 還是你那個椅子坐上去以後 對不起 你的龍椅坐的穩嗎 唉 龍椅坐不穩啊 官帽又不穩啊 就會下台啦 好 不管任何事情 我相信呢 要當市長 要當總統 要當立法委員 要當議員 都一樣 你既然要選擇公職 是不是就是呢 好好的把你份內的事情做好呢 而且呢 不要用太多 煽動性的語言 才不會呢 被罷免了 我們來看一下 官帽不穩就是帽子戴不穩呢 烏紗帽被摘掉了 龍椅呢 被拿走了 那是不是對自己是很大的傷害呢 尤其是比較年輕的 我相信大家都要小心喔 年紀大的嘛 就可以告老還鄉 但年輕的呢 你想要好好的在公職裡面呢 某一席之地不太容易呀 多少人想搶你的位置 在選舉的時候 就什麼手段都會出來 不是嗎 好 你好不容易選上 是不是應該好好的把你的 份內的工作做好 最重要 就像我呢 要把我的份內工作做好 這是最重要的 不是嗎 好 你們可以在下方裡面 今天講這個主題 我相信大家會很有感覺 好 誰最有機會下一波恐被罷免 我們來看一下 激進黨呢 台中立委 1985年7月10號生的 陳柏惟今年才36歲 那這個國民黨呢 曾經的高雄市長呢 韓國1957年6月17號才64歲 第一個被政府罷免的高雄市市長 好 所以呢 還有一個呢 民進黨桃園立委1988年10月29號 32歲的王浩宇 即國民黨的韓市長被罷免以後呢 民進黨的桃園立委呢 這個王浩宇也被罷免了 現在又多了一個激進黨的台中立委呢 陳柏惟被罷免 那這三個以外呢 有一個姓免於難的唯一的女性呢 我們來講一下她 大家看過她的翻白眼嗎 長得很漂亮喔 她翻白眼的這個 這個是很經典的喔 就是她在質詢的時候呢 看到那個韓國瑜在講話呢 她就翻白眼 好 那是誰呢 那就是黃傑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她們的八字 到底為什麼黃傑能夠性敏於難 而這三個人呢 居然沒有辦法呢 把她的烏紗帽戴好戴穩 而且呢 龍已經被拔走了 被搬走了 馬上就要立刻下台了 那如果你的權品不夠來 老師這邊呢 有那個官帽喔 這個叫官帽喔 大家看得懂齁 你知道總統在交接的時候 市長交接的時候 每一個縣市首長在交接的時候 都有個什麼 要個龍印 要個大印 以前那古代皇帝的 全部要用這樣 你知道嗎 龍印有分喔 有分文的跟武的 還有分呢 比如說贈災的 或者呢要出兵打仗的 對不對 都不一樣 所以呢 古代的皇帝有多少個玉璽呢 玉璽很重要啊 所以呢 你的八字也很重要 你的運勢更重要 你不要說我八字很好 我告訴你看喔 我們連戰先生 八字非常好 就是怎麼選都選沒上總統啊 對不對 宋楚瑜不是也這樣子嗎 八字特好的 但是基本上都選不上總統 還有王金平八字也很好啊 王金平一向都在立法院當龍頭 立法院的大龍頭 就是我們王金平先生 他選總統 沒有對不起 就是沒有那個力道啊 選總統要那個命啊 這個喔 天子 什麼叫天子 古代天子就是什麼呢 就是呢 皇帝 那皇帝呢 要帶有什麼樣的使命嗎 你們知道嗎 沒那麼容易啊 當皇帝沒那麼容易的 好不好 有些皇帝呢 你看啊 做到後來呢 很快就死了 有很多皇帝呢 做到後來呢 去跳崖啦 有很多皇帝呢 戰死了 不是嗎 好 包括當總統都一樣耶 不那麼容易啊 你的八字不夠硬 你的八字呢 全品不夠大 對不起 位置就坐不住了 即便讓你勉強坐上去了以後呢 坑坑巴巴一大堆 好我們今天來看一下呢 陳柏惟這麼年輕來 他的八字出了什麼問題呢 我們今天來解析一下齁 我們來看一下呢 他的命格裡面呢 今年2021年呢 那虛歲是37歲 10月23號投票 投票的數字呢 其實差的並不多 好像差了幾千票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 他呢 基本上呢 他投票的數字 跟他被罷免的數字 大概差了五六千票而已 所以呢 有一半人挺他 有一半多一點人是 不挺他的 所以呢 他就被罷免了 這個就是最近呢 陳柏惟呢 你知道大家都知道 他叫3Q 好 他的3Q是什麼來的 你知道他有一次呢 在高雄 我看到他那個影片 我真的嚇壞了 他用台語講 他用台語講 那我就不學了好不好 三字經 他講台語的三字經 居然下面的年輕人呢 整個呢瘋狂了 就跟他一起叫囂 我覺得當一個立委 這是一個不太好的示範 雖然他現在被罷免 我還是要認為這是不太好的示範 因為你畢竟是公子人員 不管怎麼樣的煽動法 都不應該講三字經 好 這就是呢 他在 少不經事的一個過程當中 因為呢 我認為這個叫做 發重取從 實在不太好 那當然希望他 他經過這一議之後呢 被罷免以後 他將來要出來選的話呢 應該要重新呢 握心長膽 啟迪一下他自己的 多用智慧吧 我覺得呢 一個正式人物需要呢 能耐需要智慧 而且需要呢 為百姓做事情 尤其是當立法委員 你是不是要為百姓呢 謀福利呢 本來就應該這樣 要不然選你做什麼呢 因為立法是很重要的事情 百姓所寄望的就是立法院 有一些新的提案 有一些立法 不是這樣嗎 而你只是用煽動的手法 我覺得是不應該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八字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呢 今年2021年 他走天良畫拳又畫柯 但是呢 我一直在強調一件事情 他的本命裡面呢 今年流年的文昌畫記 坐在他的官路宮 而且大運是走文曲畫記 好 文曲畫記坐在成功 官路宮坐在序宮 這個叫什麼呢 夫妻宮 衝他的官路宮 衝他的夫妻宮 這一條線 整個都斷了 文曲畫記叫文昌畫記 我有講過這件事情 在我的所有大語言裡面呢 我都一直在提這件事情 最怕這條線斷了 整條線斷了以後呢 蹦開來了 雖然票數沒有差很多 但是呢 就真的 Thank you 下台 好 那接著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他本命裡面呢 最主要是太陰畫記 好 我們的蔡總統 其實有替他 替他站台喔 替他說話喔 但是呢 我相信呢 百姓的自主權現在很強 台灣是一個民主勝地 而且呢 其實呢 大家 也得到很多國際的認同 我們的民主勝地是得到很多國際的認同的 太陰畫記加上一個文昌畫記喔 然後呢 剛好呢 兩個畫記做在一起 一個在有功 一個在絮功 所以呢 你看到沒有 農曆九月 剛好 就是他被罷免成功的一個 最不好的運勢 但是 我剛才講過喔 絮功就是農曆九月喔 陳的話是正聰嘛 所以呢 一個是文曲畫記加三個文昌畫記 票開出來 很驚險沒有錯 但是呢 也代表了我們的民族性是很強的 我們的自主性是很強的 好 所以呢 希望呢 陳柏惟呢 當然他還年輕 還是有機會的 那 如果他經過了 這一個被罷免的過程當中呢 應該痛定是痛一下 政治呢 其實不是用這樣子走下來的 我認為呢 你要呢 量力的上台 你就要量力的下台 而不是用這種方式 所以呢 不管如何的話呢 政治不是用完的 我覺得 百姓有眼睛在看 大家都有智慧的 想想看 台灣的這些百姓們 每一個講政治 講的比立法委員還厲害的 講的比政治人物還厲害的 你知道連繼承司機都是頭頭是道耶 我類有時候坐計程車 聽他們在講 哇 真的很驚艷 他們所講的話 真的 所以呢 不要把百姓當白痴 那這樣子的話呢 才不會呢 讓自己的政治前途呢 毀於一旦 那所以呢 剛才講到這個陳柏惟 他今年剛好犯太歲 遺醜年 犯太歲的流年呢 真的要非常小心 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一樣 不要搞東搞西啦 真的 好好的把事情做好 不就很好嗎 是不是 人生都有齁 起起伏伏是難免 但是呢 如果你在起起伏伏過程當中 還要再搞三點四的話 我覺得這不太好 為了蹭聲量 而把自己搞垮了 根本沒有意義的事情 好 所以呢 我們今天呢 跟大家解析一下 陳柏惟的命格裡面呢 犯太歲 你看喔 他日主更序 剛好坐在哪裡 剛好坐在呢 他的農曆九月 十月份 好 那更慘的是什麼 他的月份呢 年是已醜 魁未月 醜未相沖 兩個太歲 一個太歲 一個正沖 好 所以呢 還有一個序弓呢 是什麼呢 三行 狗的位置呢 就是序弓的位置 剛好三行 他的巴士裡面 出現了三個行客 那你怎麼不下台呢 以後呢 如果你想再玩政治的話 可以找海洋老師幫你看一看 哪一年要小心一點喔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韓國瑜先生 韓國瑜好不容易呢 在他的政治生涯裡面呢 停頓了十幾年以後 才又站起來了 他的那個 韓國瑜的團隊真是夠強大的 你知道他在選舉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自動自發 把民進黨也給嚇壞了吧 那果不其然 你看喔 他佔了誰的台 佔了新北市的台 侯友宜的台 佔了台中 所有的市長都選上了 他自己用右高票當選 好我們來講一下 最重要呢 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他呢 到底呢 他的命格裡面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他當時呢 選上高雄市市長的時候呢 民進黨是很緊張的啦 緊張到大家都要快睡不著了啦 那可以看到呢 韓國瑜他在高雄市得票是 89萬2000多票 然後得票率是53.87 那總票數呢 是163萬多票 陳其邁得了7百 74萬多票 得票率是44.8 高雄市的人口呢 是277.3535萬 但是呢 有投票權的人呢 扣一扣的話呢 就是沒有投票權大概 我們剛才有推算過 大概八十幾萬票嘛 所以這中間有四十幾萬票 是沒有出來投票的 這是很中立的立場 可能也懶得管啦 那也懶得管就不想去投票啦 可能也忙啦 做生意比較重要 有飯吃比較重要 因為經濟那個時候並不好嘛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 高雄市長韓國瑜呢 遭民進黨修改罷免法 罷免後呢 這個罷行案呢 投票在2020年去年的6月6號 斷藏時啊 選舉人數總數為96.9萬 那最終結果同意票是 93萬9的 嚇死人 九十幾萬票的人出去投票 有九十三萬九千多票 那簡直就是比他的得票率還多嘛 你看93.9萬喔 那89.2萬 是不是多了多少萬票呢 嚇死人 所以韓國瑜先生啊 你真的要握心長膽一下 走政治呢 那個帽還沒戴穩 市長的那個烏紗帽還沒戴穩 你的權柄還沒掌握得很好 然後呢 那個龍椅還沒坐穩 那就出來選中鴻 其實這不是一個明智之舉啊 我講去真的 很多人齁在這個當下呢 都認為他太過急躁了 就算聲量很高 他其實可以慢一點 不需要這麼快速的 因為呢 玩政治不是這樣玩的 你先做好高雄市市長 把高雄治理得很好 票就會出來的不是嗎 會更多 而且大家心甘情願的 所以你看 就是這種手法 我覺得呢 我當時齁 我先講一個狀況 他在選高雄市市長的時候 我做過兩篇直播 我就說韓國瑜會當選 一定會贏過陳其邁 並不是看他的聲勢 他那時候巴士好 為什麼呢 不要忘記了 他當時選市長的時候呢 剛好他屬雞 他的命格裡面呢 屬雞跟屬狗的那兩年的運勢呢 有差別性很大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他是丁永年秉武加庚森 你想想看喔 有那個馬上豐猴 他的月令呢是秉武 然後呢 庚森是猴的位置 所以呢 基本上來講的話 他的命格那個是運勢很好 雖然沒有時辰 但也沒關係 沒有關係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那一年呢 天際化的顆天涼化鹿耶 然後呢又天童化全 又太陰化鹿 又加一顆鹿存星 我常講喔 這顆鹿存星能夠消災結惡發煞 對不對 你看看所以他當市長 選舉票有多高啊 八十九萬兩千多票耶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呢 整個的局勢對他來講 是非常有利的 那結果呢 做了四個月左右 當然他很勤奮啊 在高雄他也建樹了很多 我們品良心講 他是真的做到喔 這樣有三皮疤喔 路來路散啦 然後越來越瘦 越來越瘦 然後大家都也心疼說 哇這個市場真的也夠認真 但是只做了四個月而已 你不是做四年啊 你是不是好好把高雄市做四年就好了呢 他說要選總統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 我心裡嚇了一大跳 我心裡想 雖然我不是政治人物 但是呢 我從年輕觀察到現在 觀察台灣的政治啊 我覺得韓國瑜真的太極少了一點 你看啊 我說啊 殘 選總統 是 我只有說完蛋了 他說要選總統肯定完蛋 但是呢 因為呢 當時的國民黨呢 也沒有什麼 能夠像他這樣衝的人才啦 所以呢 大家都看好他 也難免啦 那 最重要的話呢 就是呢 兩派人馬 一派本來呢 是希望呢 郭台銘先生出來選 郭台銘也信誓旦旦的 哇 趕快加入國民黨喔 對不對 然後呢也想盡辦法呢 在國民黨裡面造聲勢 但是呢 另外一派呢 居然是支持韓國瑜 結果韓國瑜要選總統的時候 記得有一件事情嗎 國民黨的中央黨部 有一條魚跳出來 死了 唉 那個風水已經出了問題了 還有第二件事情 他的運勢呢 在隔兩年以後 運勢並不好 你看喔 來我們看他大運的鹿存星呢 他62到71歲走任子大運的時候呢 他走到2019年的時候呢 是走紫薇化科期上 天葵佳入城 名望是多高啊 名望多麼高啊 他好好的把他的高雄市市長做好 不就很開心了嗎 對不對 走政治路喔 你看喔 以前的政治人物喔 我們現在這樣講好了 早期蔣經國時代的走政治的人物 不是一步一腳印這樣子踏出來的走出來的 就像我的專業 我也需要一步一腳印不是嗎 要不然大家怎麼信任我呢 不是這樣嗎 我也是一步一腳印一步一腳印這樣學來的 走出來的路 我在這個業界已經快三十年二十幾年了 大家可以可想而知 如果我沒有在這個業界這麼久的話 你說隨便穿著漂漂亮亮就出來講星座啦 講運勢啦講星座 你相信我嗎 大家要把他抬頭嗎 對不對 叫那個林海洋滾蛋呢 是不是 不是這樣嗎 所以我認為呢 任何一個行業都一樣 要當一個畫家 你沒有功力你怎麼畫啦 你都不學無術你怎麼畫啦 對不對 不可能的事情吧 你寫毛筆字總是要像個畫吧 是不是 好你畫得很好你字又寫得很爛 那你要練練你的字吧 這練功啊 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不就這樣子嗎 所以韓國瑜先生當初呢 要選總統的時候 很抱歉韓賢 你也不用罵我 因為我看蔡英文 我們蔡總統的八字真的比你漂亮 那當然 吵得沸沸揚揚的事情很多啦 又是什麼票啦 又是什麼票啦 又是什麼做啦 票啦什麼 唉我反正我不管 你要不要做票 你會不會做票 你要怎麼樣 我看他八字比你漂亮多了 運勢也比他強 為什麼 我們先說回來 2020年記得 這個 大家全球都在 在屁股尿牛的時候是什麼 得了什麼病 全球人類工業的什麼病啊 對不對 後來Data病毒不是一直蔓延嗎 就是全球都染疫嘛 唯獨台灣幸免於難 2019年的時候呢 當然也有人說從美國來的 也有人說從生化武器來的 也有人說從生化武器來的 也有人說反正亂七八糟一大堆啦 反正我們也不得求證啊 沒得求證 所以我也不講這件事情 但是也有很多人說 從中國來的 不是從武漢開始 然後也有說從美國傳到武漢去的 因為有幾個人到了武漢去以後呢 這個美國的 美國派的人到武漢去以後呢 結果武漢就爆發了這個 什麼炎出來 武漢肺炎 不是這樣子嗎 那我們怎麼能求證呢 對不對 這不是證據 沒有證據的事實 我們就不講 好 那所以呢 韓國瑜先生呢 現在整個運勢上來看的話 一直走到73歲 好 那他今年是65歲 到73歲還有8年耶 其實他是有機會的 不是當總統有機會 他在選市長是有機會 我應該這樣講 他選立委當市長 他都有機會的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今年的運勢雖然不好 他去年被罷免嘛 那明年呢 2022年66歲 剛好走到他的轉運年 韓先生 韓國瑜先生 你明年是一個很好的轉運年 但國民黨又在分派系 所以國民黨怎麼會好呢 對不對 有能力的 然後呢 有人 有人脈的 然後呢 有才能的人 國民黨沒有好好運用 而且是戰將 國民黨最缺乏的是什麼 就是戰將 不是嗎 人家民進黨每一個都是戰將啊 我沒有聽國民黨講話 也沒有聽民進黨講話 就是你在選舉的時候是需要戰將的 但是 現在 這一次呢 黨主席 張亞中落敗了 那張亞中也是個戰將 那另外呢 很多人就說 他比較親中 所以呢 大家認為說 張亞中不行 對不對 那也很怕說 喔台灣就被 就被那個 中國大陸捅了 所以大家也很害怕 那但是呢 如果 在兩黨競爭之下 韓先生跟張亞中 都是戰將 但是呢 絕對不能是太親中 因為你親中以後 大家都害怕嘛 是不是 我們是個民主聖地啊 當然大家害怕啊 為什麼 好好的生活 為什麼要搞得這麼親中呢 對不對 我們可以跟他共存嘛 但不能是這樣子做嘛 這是我的想法啦 但是呢 我覺得大家的想法 應該都這樣子 也不光是我的想法啦 我也經常在大陸 我在大陸進出了 將近十幾年的時間 我很早期就在大陸走走 到處去走走 然後呢 我也都在上海很久 也在北京 也在廣州 到深圳 我到很多地方去 那我覺得啦 西安 那西安我去了三年耶 我總共去西安去三年 我喜歡那個地方 但是問題是 你當選舉人 尤其在台灣 選舉人的話呢 第一個呢 巴士要強 然後呢 能力要好 第三個呢 齁 不是花眾取眾 我認為不能 不能用花眾取眾的方式 然後呢 你知道很多人選舉的時候 一面 一個樣子 選後一個樣子 這是什麼 把大家眼睛當作什麼 瞎了嗎 百姓是很聰明的 我跟你講最笨的人就是什麼 把百姓都當瞎子 把百姓都當笨 這個大笨蛋 你把別人當大笨蛋 你自己就是大笨蛋 我沒有講韓國瑜先生 我是說 你選舉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一樣 好 所以呢百姓呢 眼睛是雪亮的 那韓國瑜先生呢 他在2022年呢 66歲呢 明年是一個轉運期 那他是農曆的五月生的 那明年呢 第一個他又走到他的陸存心 那明年呢 陸存心呢 又坐在他這個大運的蒲夷宮 喔 他要東山再起很容易耶 並不困難喔 但是 我這樣講好了 國民黨黨主席 現在是朱立倫 那朱立倫真的會網羅他進來嘛 就看朱立倫的瑞士囉 好 這是韓國瑜先生 來接下來我們來看 第2個被罷免的是王浩宇 那王浩宇的八字呢 來我們看 77年9月19號農曆 國立10月9號生的喔 王浩宇呢 是在2021年的1月16號投票 也是等於是1月22號罷免被離職 然後呢 基本上是農曆的去年的農曆的12月 所以其實是兩個都在農去年 2020年的去年喔 那去年是什麼呢 去年是天同化季年 今年是文昌化季年 不一樣 好 那我們看一下呢 王浩宇的八字呢 誤臣任序丁氏 哎呦 臣序對沖 臣在這個位置 序在這個位置 如果我們以一張面盤 12個公位來講的話 剛好對沖 那這個對沖呢 對自己是很不利的 比如說你如果是屬侯的 跟你的日主裡面啊 或者月令啊 或者時辰是隱公 那這條線是對沖 對自己非常不利 那傷害都會非常大 傷害會非常大 所以要特別小心 我常講喔 兩個話季做在一起 你官位不穩 三個話季做在一起 搞不好叫跳樓自殺 記得嗎 高雄四四議長 韓國瑜沒有問題 韓國瑜的問題 讓他去跳樓自殺 我在去年做那一篇的時候 我其實心裡還蠻痛的 沒有想到他會跳樓自殺 那看過韓國瑜總統嗎 韓國瑜總統也曾經跳樓自殺過 對不對 是不是 跟陳水扁同一任的時候 他也是跳樓自殺過 那個是許崑源 許崑源議長 他跳樓自殺 所以呢想想看喔 你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不管如何 當一個公職人員 都當到總統 那你想想看 如果當到總統 是不是要把國政理好 然後呢 要對百姓呢 要所貢獻呢 留一個什麼 留一個英明啊 一輩子的英明啊 大家會感念啊 對不對 世世代代都會感念 不是嗎 就像蔣經國 台灣的十大建設 大家感念他吧 他死的時候 多少人跪地哭到死為止啊 不是這樣嗎 好 來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王浩宇 77年屬龍的 然後呢 龍跟狗是對沖 他本命帶三官 本命帶三官喔 其實是 算長得很帥喔 三官的人其實是蠻正直的 但是問題是他是正宗 好 那命主又是丁氏 丁氏的話呢 巨門畫祭喔 所以呢 他本命裡面的話祭 是坐在天積心 天積心畫祭就是平常喔 他不太用腦筋啦 啊這個腦筋有時候會袖斗 齁 那我只能這樣講他啦 齁 那腦筋袖斗會怎麼樣呢 因為那個天積畫祭會坐在儒宮喔 他屬龍 龍跟儒是六合耶 那你六合的位置是有畫祭星 對你來講是不利的 所以呢 王浩宇呢 現在還年輕喔 才三十四歲喔 今年虛歲 其實他還是會有 將來還是有前途 我覺得他也是要握心長膽啦 齁 前面這三個被罷免的 我還是建議他們握心長膽 你知道勾建復國握心長膽多久啊 你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齁 我覺得 就是說你要走政治這條路的時候呢 第一個 我認為齁 這個我相信大家都認為 是不是要對百姓有所貢獻呢 要不然大家選你做什麼呢 對不對 小朋友是吧 對要對百姓有所貢獻嘛 要不然你對這個國家 對百姓沒有貢獻 請問大家選你做什麼呢 沒有意義嘛 好 所以王浩宇呢 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他明年呢 我們先講 他已經被罷免了 我們看一下明年 明年走連真 右臂跟火星 他有走右臂化科 但是他現在這個大運 我這樣講好了齁 這個大運呢 剛好走到 明年三十五歲 走遺醜運 走遺醜運 他的運是被蓋住了 太陰化劑 那太陰化劑呢 這個大運呢 剛好天際化劑 他整個是整個運是被夾住了 一個太陰化劑在衛工 那一個呢天際化劑在有工 那我認為呢 他要四十一歲以後才會再走運 所以呢 他明年三十五歲 應該很難了 在這個政治生涯上面 他會比較困難一點 整個運勢上來看的話 比較困難 那如果好好經營的話呢 後年 後年的話會不會有機會 2023年 2023年的話呢 是葵 葵的話又是貪婪化劑 唉唷 也沒什麼機會 假呢 如果2024年呢 好我覺得他應該 這最少要吃福三年到四年的時間 好 所以呢 在這三四年當中呢 他應該幾乎是渺茫的 好 我相信呢 現在的政治人物呢 人才被出 而且都是越來越年輕 二十七八歲就出來選舉了 三十歲還不到 唉我只能說 這個未經世事就出來選 然後呢 靠著帥哥跟美女 就很容易選上 但是 如果整個國家都交給這些 這麼年輕沒有 辱作未肝 我只能說他們是辱作未肝 沒有經過社會的歷練 就出來當大官的話 哇 看起來也很頭痛耶 所以呢 我認為呢 王浩宇呢 其實基本上來講的話 陳旭聰 你看有很多個屬龍的 有很多個屬龍的 然後呢 韓國瑜現在是 他最近呢 好像上個月也去了美國演講 那陳柏惟的話是屬牛的 他的醜味蔥 還有呢 看起來應該是這樣講的 因為激進黨對他來講 他明年的運勢並不是很好 七煞帶陀螺 那最主要他這個大運的話 是在文曲劇也到2024年以後才會轉運 他也到2024 所以這兩個年輕的到2024年以後才會轉運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是在高雄市呢 有一個女性長得非常漂亮的黃傑呢 她非常幸運 她的八字裡面呢 運勢很強 所以呢 你看她沒有被罷免成功喔 所以你八字要很強喔 如果你的命不好 運要強 但是命好又運又強 那就不一樣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呢 好 現在大家對林常佐還蠻感冒的齁 林常佐呢 本來就好好當歌手就好了 為什麼 他當歌手不是賺很多錢嗎 而且呢 大家都很喜歡他 其實我還蠻喜歡聽他的歌齁 但是問題是 現在呢 他跟台北市市長的那一段呢 大家很清楚吧 柯文哲啊 那時候防疫的時候呢 問題很大嘛 大家都認為說 哎呦 為什麼他還跑去陳時中旁邊啊 然後呢 又去蹭聲量啊 哩啦啦哩啦啦一大堆嘛 那當然呢 被那個被 被一個市場的那個大佬嗆了嘛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林常佐呢 有沒有 什麼問題嗎 到底 他要注意些什麼 好我們來看一下 他是屬兔的齁 哎呦我的天啊 你看看 已老年出生 月令呢是極醜 又是太歲今年 睽味醜味又正醜 他這種 這種八字齁 我這樣講好了齁 這種八字齁 真的對他其實並不是很有利喔 尤其在今年 非常不利 好像有人在醞釀要罷免他喔 那如果在今年罷免他的話 那他就慘了 因為呢 醜味醜 我剛才講過一件事情齁 太歲正醜的時候是很差很差的運勢 而且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他最差的問題在哪裡呢 哇 慘 他本命呢 太陽化劑 坐在他的本命裡面 然後呢 他本命是連真化劑 大限劑加連真劑 好 那這個狀況看起來 對他來講是非常不利喔 好 大限劑文昌劑 來 坐在一起 太陽跟文昌化劑坐在一起 那我們來算一下 算一下他的運勢好了 他這個月 農曆九月 做太陽化劑 加上今年牛年的文昌化劑 這兩顆星化劑坐在一起 好 下個月是什麼 文曲劑 農曆十月是文曲劑 慘 如果真的要罷免他 他真的非常危險 又出現一個同樣的狀況 跟誰同樣的狀況 來我們先講一下 剛才我們看過一個八字齁 陳公跟續公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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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條線斷掉 一個化劑加上大限劑 然後呢 他還暗合了一個太陰劑 這個六合 他牛跟羊你看喔 乙醜醜醜味 醜味充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寧常佐 寧常佐呢 那下個月文曲化劑 這個月是天際化劑 他這個有大限化劑 加上流年的文昌化劑 如果下個月文曲化劑 現在有很多人 醜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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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慘 好吧 回去唱歌吧 萬一出了狀況 我倒建議他唱歌會比較好 基本上我覺得歌手 你看喔 張帝也曾經選過 好幾個名歌手都選過立委 對不對 有選到後來還跟老婆離婚的 那我講的不是余天 那余天也曾經選了又停了 選了又停了 對不對 有好幾個歌手張帝也選過立法委員 所以看到這個臨場佐 知名度雖然夠 但是他今年的運勢又會到太歲 正聰 流年上來講他屬兔 屬兔害保未傷和 那下個月對他來講 二走劫空 半空折刺 鳥飛在半空中翅膀掉下來 要小心 所以呢 有些時候像這樣的運勢 真的是就是官帽都戴不穩 那龍椅坐不住嘛 有人就想把他的官帽跟把龍椅搬走嘛 所以也沒有辦法的事情 好 我想另外的話呢 至於其他的 比如說像是 什麼陳其邁啦 蔡英文啦 我覺得這些不太容易啦 我們講句真的啦 蔡總統的運勢呢 還是蠻強的 他運勢還是蠻強的 那至於他今年的運勢呢 你看喔 雖然走陀螺星喔 但是呢 他的畫技是做太陽畫技 在他喉的位置 他總是 因為那個位置呢 就是走他的財博宮 那他連政畫技走在他的田宰宮 所以呢 應該說 他在當總統的過程當中呢 也有很多太陽星高照 那太陽星高照是 偶爾呢 就是日落西山喔 太陽還是有余灰 那你想想看喔 天底下哪一顆星球 在九大星星裡面 哪一個比太陽更厲害 沒有 所以不要跟太陽星玩 如果他本命是太陽 不要跟他玩 講句真的 肯定會輸給他 他就是不散發那個熱能的時候 他還是很熱啊 每天散發出來光芒是很熱的 而且他現在的國際聲望還蠻好的 所以呢 我覺得蔡英文總統 應該說他的運勢還蠻強旺的 那至於呢 會有什麼狀況發生 我倒覺得 第一個只要不打仗 中國大陸不要丟兩顆飛彈下來 那我覺得他就完全可以好好的把這個總統任 任內可以做完 沒有問題的 那我相信呢 他也很不希望打仗吧 小編如果打仗你會怎麼樣 我會跑啊 小編 我們這些帥哥說要先跑 總統聽到沒有 我問了十幾個人 都說要跑了 總統如果你們有看到我的節目 跟總統報告一下吧 我們這些帥哥都三十歲左右 三十幾歲 大概都二十八 九歲 三十出頭 三十七 八歲的 四十出頭的 每一個都說要跑 你這樣跟他們也害怕吧 好好日子不過嗎 對不對 不要擦槍走火啦 好不好 不過呢 上次我說 如果蔡總統的運勢的時候 我曾經講過 千萬別擦槍走火 那都都好都好啊 然後剛剛好就好了啦 反正呢 我們台灣的運勢還蠻強旺的 希望我們蔡總統的強旺運勢呢 也可以PO大家囉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誰呢 陳其邁 陳其邁現在燒了四十 那個高雄燒了四十六個人耶 那四六個人有兩個池官下臺了 他批准了 我們來看看 陳其邁今年五十八歲 還算年輕 高雄災難是一大堆 我們平良心講 最近 他上任以後災難也很多 然後呢 其實他真的要好好守好 然後呢 韓市長就前市長未完的 要趕快做好業績吧 你知道做好業績 我相信高雄市市民還是會挺你的吧 來看一下 他甲成又是屬龍的 那屬龍的呢 他的命格裡面呢 有一個筆尖 好 他是帶偏印 筆尖 那筆尖的話呢 應該這樣講 明子 生子成山河 所以其實基本上他的運勢 還算是蠻沒有太差 只是呢 他的畫跡心做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 畫跡一樣做在太陽心 太陽在財博宮 本命做太陽 那當然呢 他今年的流年的文昌畫跡 還有他下個月的文曲畫跡 這條線也是斷 那這條線斷的話會產生什麼呢 大家可能對他產生於某些不滿啦 很難免啦 因為畢竟燒了46個人死掉了 那至於呢 都庚的問題來看的話呢 我覺得全台灣都需要都庚了 如果再不都庚 像這樣的一個悲歌 會延續下去 台北市也有 也在萬華 那新北也有 所以呢 我們還是要呼籲一下呢 台北市市長 以及呢 侯尤儀市長 還有呢 台中的 都全省啦 應該說全省 那高雄市市長呢 其實呢 陳其邁的運勢還蠻強的 他的日主呢 他是秉武 秉武的話 基本上呢 看起來是個文人 但基本上的話呢 他做天同太陰 在中午的位置 唉 如果太陽星坐在那邊多好啊 可惜是坐太陰星 所以呢 他還是要有太陽星來照著他 那代表說他的團隊要更強一點 如果有太陽星來照著他的話 應該就會更好一點 當然在整個的行政團隊裡面 他應該要重新做一些調整 對他來講會有更好的聲望 那他今年走陀螺星 然後呢 化祭 化祭星坐在呢 這個大運的化祭是58歲 58歲的大運呢 剛好走在幾世 文曲化祭 所以呢 應該這樣講 文曲化祭剛好坐在他的官路宮 那流年上來講文昌化祭 所以聲望會慢慢下跌 對陳市長來講的話 並不是很好 好 那我想呢 今天跟大家解析到這邊的話呢 好 你想官帽帶的穩嗎 還是你想容易做得更糗呢 好 那你官帽不要被摘下來嗎 來 大家請在下方留言 好 來 各位鄉親 各位兄弟 各位親愛的兄弟姐妹 不要忘記你選我一票 我是你海洋 來 謝謝大家幫我按讚分享 按價訂閱開啟你的小鈴鐺 好 謝謝大家 祝福你們好運往往來了 好 官位要作文 烏紗罵要帶酒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